大家好,我是葉正盛老師 有一位很認真的同學,他送一個問題給我 他說我在上課的時候寫的C++程式買頭 我沒有寫Return0 可是他在有些書上看到我寫Return0 他對這個地方很好奇 那我的回覆是這樣子 我說在1999年的C還有1998年的C規格 跟1999年的C++規定 有著名說如果是Internet韓式的話 他是可以不用Return0的 Return0比較好 不Return0他也可以接受 所以他這個特別例外 其他韓式有Intern宣告的韓式都要來使用 那我簡單的用CodeBus做一下示範 然後做講解 比如說現在我們看到我們的CodeBus的專案裡頭 我們新增一個專案 假設我們現在的專案取名就是 右上角的Console貝殼的專案 完成 那我把幾個例子都排列組了 再真的示範 有C跟C++ 我先秀C的專案給大家看 桌面上 桌面上 我選桌面上選擇這個單 叫做那個 Man底線C Sample 我取個名字叫Man的C Sample 的這個專案 選OK 確定起來 產生那個專案檔之後呢 我試著先寫幾個簡單的程式 那它的翻譯頭 它有寫簡單的這個Man 它這邊有寫Return 如果現在沒有Return 我把它註解掉 不要Return 我試著執行一下給大家看 那執行的結果呢 它是可以執行的 就是這個是沒有Man函式的時候 那有Man函式跟Man函式 它的差別差在哪裡 Return到底什麼意思呢 因為同學就問第二個問題 他問的問題是說 那後面Return0 為什麼後面Return0是加數字 前面的Man後面是括號 那我要解釋Man跟Return是不一樣的意思 這個InterMan 我們叫做韓式的宣告 就是我要定義一個韓式 所以它在大括號外面 在做是一個獨立要做的事情 在語法裡頭 最後寫Return的時候呢 後面我會寫一個數字 或寫一個值 而這個值 就是這個Inter所宣告的值 所以這個原括號跟0 看起來雖然很像 這兩個是沒有不一樣的東西 它指的是韓式的Input的數值 我試著寫另外一個韓式給大家參考 比如說我現在寫的韓式叫做 那個float 浮點數一個 那個 比如說我要算MyAngle 我算個角度 它的 比如說我算一個 那個convert的角度換算好了 有一個角度換算 進度 RADI Radiant to degree 有一個韓式 它可以把 RADI 或者簡稱Radiant 叫進度 進度是0到2π的一個值 to degree degree出來就是360度 這個值 怎麼轉成degree呢 那通常它return的 它會這樣寫 return 空格 後面有個 東西的計算 我怎麼算呢 我說它就是RADIAN Radiant這個值 除上3.1415926 然後呢 再乘上180度 這樣寫的時候 它就return出這個值 那這個值要加括號嗎 加括號 在西語言 加括號它的意思 在這個括號 跟上面括號是不一樣 上面括號是韓式的input 韓式的input 的括號的意思 這兩個括號是 加減乘除運算的括號 這兩個有點不一樣 那如果我寫的韓式 我先仔細一次給大家看 對不起 那個不小心 刪掉 再仔細一次 這兩個元括號不一樣 下面這個元括號所代表的意思 是 我要括號起來 先乘除後 加減括號號 做運算 這括號很特別 上面這個韓式的括號是特別的意思 我現在再講一個意思 讓它看起來更有感覺 Hello world 後面我再加一個數字 RADIAN Radiant to degree 我說我現在有個3.1415926 的參數丟進來 我想知道3.1415926 這個韓式大概是幾度 那我們來試著秀一下它的結果 這個元括號 這個 英文字母韓式名稱後面的元括號 就是這個韓式名稱後面的元括號 它所代表是韓式的 f of x 一個韓式名稱後面的元括號 加參數丟進去的 現在這個元括號不一樣 這個元括號所代表的意思 就是刮起來 然後可以做加減乘除運算 所以我沒有寫括號 也是可以做加減乘除運算 總之 後面就有一個數字 就對了 我也可以括號括說 這個先乘除後加減乘的括號 這個都不重要 反正都可以跑 所以這括號跟這括號等級不一樣 韓式的括號是特別的語法 那return後面寫說 180度 pi 3.14等於180度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 這個元括號 是運算用的元括號 不重要 你只是為了先乘除後加減之後 加括號調整順序用的 英文名字 韓式宣告 就是有大括號 外面寫一個這種 一個型別 return的型別 return出來 結果 這個數字 出來的是一個數字 進去的是一個數字 出來是一個數字 這是韓式的宣告 數學的 韓式的定義的寫法 所以我們進去 一個3.14 我會出來一個值 剛好是180度 出來的值 所以出來值叫return 出來值後面這一坨 所以這個括號是特別的用意 好好簡單解釋網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謝謝大家